好 我們看這題題目要求參數的相關係數 那你看一下 X的部分數字都很大對不對 都是900多對不對 Y的部分就很小 2、1.8、2.0這些 就怎麼辦 剛才我們講到 我們說 資料的部分 不管經過伸縮或平移之後 只要不是等我乘三個負的就好對不對 我相關係就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做法很簡單 我們就把數字先把它簡化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怎麼記啊 我們先把這裡有沒有 這裡面的每個數字 910啊這些東西啊 我們通通先把它剪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做的部分 就是那個原來的數字XI 把它通通先剪掉900 910、920、930加900 所以 平移之後結果還是一樣對不對 然後平移完之後呢 順便幹嘛這樣 除以10 除以10 會啦齁 好 那這樣做的話呢 來吧 我們嘗試著把表格填出來 像這個地方我們要 我建議你喔 你記下來好不好 只要題目求相關係數啊 我就建議你畫表格 有沒有例外 有 除非題目用四個馬表示 如果題目用四個馬表示的話 你就不用畫表格了 否則像這種題目 給你好幾個數字的啊 那個好幾筆資料有沒有 我都建議你畫表格會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我們開始畫表格吧 好 第一個部分我們寫的是那個 XI YI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平移區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把那個 XI先穿那個 DX核 DX的核 還沒有平方喔 所以一定是XI 減掉某個算數平均數 等一下算 還有YI呢 也要講到一個算數的平均數 接下來再把那個 什麼東西啊 XI 減掉算數平均數的平方 把他算出來 硬加成找到相關係數 因為那R 會成到0X平方的 這邊也是一樣 YI 減掉5要0X平方的 然後呢 這個就指的是 誰的成績 這兩個成績 跑到這邊 這都固定版本 然後這邊呢 原本可以填9把1的 可是因為數字太大了 所以我們先做平移動作 所以我們先把 9把1減掉900 所以剩10 10再除以10 變成了1 這樣數就變得簡單一點 然後後面一樣一次再推 所以變成的是 1234 OK 好 那YI的部分呢 2 1.8 2.2 2.6 怎麼辦 數字呢 太小了 我們希望他怎樣 大一點 比較慢 我們把YI幹嘛 你知道嗎 怎麼做比較好 你覺得 你如果知道這個 2啊 1.8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好看的數字 也又不會太大 你覺得 乘以10可以 但我們這乘以小一點點 因為我們知道 後面0.0的部分 是0.8 對0.8 0.2 0.6 所以我們希望是把 yi 的部分 乘以 5 我先講一下乘以 10 也可以 只是乘以 10 的話 數字會大一些 它算起來稍微不算一點點 乘以 5 會更好看一點 所以乘以 5 以後就成了 10 9 11 13 分 12 這個 y 是乘以 5 之後的結果 好 然後接下來 再針對這些數字有沒有 求出來它的算數的平均數 所以這就是 1 2 3 4 5 加起來 這個肯定 雙平均數肯定是 3 所以我的 x 雙平均數是 3 x 雙平均數是 3 那 y 的部分 y 的雙平均數全部加起來 除以 5 我幫你看一下答案是 55 所以是 11 所以這邊應該解釋是-3 跟-11 會啦 好 看來解釋是-3 所以變成-2-1-0-1-2 這邊要解釋是-11 就是-1-2-0-2-1 OK 好 再來求 x i 減 3 算是 0 3 平方的 還有 y i 減 11 的 0 3 平方的 所以也就是相當於把左邊這兩個平方 對不對 所以變成 4-1-0-1-4 隨便成是-1-4-0-4-1 就把這邊兩個公式平方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乘積就是這兩個相乘 所以變成是-2-2-0-2-2 對吧 好 那跟我有關的是誰 跟我有關的 當然是這幾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總得 所以他總和呢是 10 他的總和呢也是 10 他的總和呢是 8 會啦齁 OK 好 那現在求相關係數了 來吧 怎麼算 好 剛才不是給你們嗎 他可以等於 什麼東西 可以等於這個 x 的 x 的 離差平方合 對不對 我會寫離 離 平方合 然後乘以根號 y 的 離差平方合 分支他的什麼 離差乘其合法 這個離乘二號 OK 然後這邊呢 分數完了嘛 就是 10 所以要等於根號 10 乘以 y 的話呢也是根號 10 分支 他們的等格 就是 8 所以來點 10 分之 8 乘以 0.8 OK 這樣可以啊齁 所以 像這題目的記下來喔 記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題目還蠻重要的 重要不是那個答案 重要是 這種題目的解法怎麼解 你要先把數字先怎樣 先簡化 太大的人要把他變小 太小的人要把他變大 然後盡量乘的 是一個正的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你乘正的 要怎麼會考量什麼 變化的問題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數字盡量是 整數理 然後越想越好 這樣子 OK 那甚至代表格代公式 就好了 好 這你們看一下 吧